嗨,大家好,我是威斯理 這邊我要介紹跟記錄在台灣的國民飲料 這邊介紹的是雀巢茶品雪梨茶 這個雀巢雪梨茶是2015年雀巢公司委託給艾滋味公司生產代工製造的 它也是雀巢公司裡面來講的話呢 算是元老級的飲料商品 跟之前的這個雀巢檸檬茶幾乎是同時期一起推出來的 看一下它的品名跟成分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它裡面的成分來講 除了水跟糖還有離子濃縮之外呢 還有這個紅茶葉 那裡面也有加一些檸檬酸 然後還有它的香料 那可以看到它裡面基本上除了一般的糖之外 它還有加這個甜味劑 就是所謂的代糖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在瓶裝封面上面 有一顆非常大的一個雪梨 那下面這邊也放了一個這樣一個雪梨的圖案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 比較容易跟這個雪梨茶 把它聯想在一起 那這個是包裝封面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這邊有寫它是經典回歸 所以基本上這個也算是以前 就有存在商品了 那這裡可以看到 那它這邊的話呢 有說它每一份265毫升的容量 熱量是57.2大卡 那它的一個容量是530毫升 那這裡面呢有添加低於10%的果汁 所以它裡面應該有放些 這個雪梨的這個汁在裡面 那另外這邊的話呢 是它的一個雀巢的英文標題字的部分 那圖案的話呢跟剛才都是一樣的 那這裡還有它的一個相關的這個barcode 然後售價是新台幣25元整 OK那其他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是愛智慧 這個公司所生產 製造的 好這是雀巢公司出品 然後 這裡的話有它的一個營養標示部分 它的糖含量每分是13.8公克 OK那這邊還有它的一個相關的參考值 給大家看一下 好那這個是它的一個品質部分 那我覺得它的這種 非奶茶系列這種茶飲呢 它的瓶子呢都是長這樣子 菱形 的一個設計 那我覺得 其實 抓起來的感覺呢 是比較好握的 然後 看起來也是還蠻美觀的 好那所以這個是它的一個雪梨衣茶 它一個瓶子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相關這個樣貌 這是它的一個 裡面的這個 封蓋的圖案 好那接下來我們把這個雪梨衣茶倒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它一個茶湯的一個顏色 好那我們這裡的話呢 一樣把它倒出來 好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一個茶湯顏色呢 沒有我們之前這個雪草檸檬紅茶呢 看起來還那麼深沉 OK那 我覺得它的這個 茶湯有一點淡淡的一個褐色的感覺 那 這個茶呢 我覺得喝起來的味道呢 它其實就是有一點那種淡淡那種雪梨的味道 跟那個 一般的檸檬紅茶喝起來的味道 覺得 有 蠻大的一個差異點的 那我覺得它這應該是它的一個香料啦 因為我覺得這個味道其實喝起來的感覺 基本上就是香料味 好那它裡面有加入一些離子汁 那 來增加它的一個茶的一個口感 那其他部分我覺得 喝起來是跟雀桃檸檬紅茶 它的味道呢 可以做一個蠻明顯的不同的差異 那整體上來講 我覺得 這個茶還算好喝 那 甜味劑的感覺我覺得它算是有點調味 並沒有去搶到 它的一個主要糖的一個 感覺 所以說 我覺得在喝的口感上來講的話 沒有這種很強烈的甜味劑的這個味道 OK所以這個 我算是還能夠接受的 因為 本身來講我對這個甜味劑的味道並不是非常喜歡 但是這個 雪梨茶的甜味劑呢我覺得喝起來 並沒有說非常的 明顯 好那這裏我們就為大家介紹 我們帶回來這個雀草雪梨茶 到這邊 我是魏斯里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在桌面上面就是我們從加樂福大賣場帶回來的雀草雪梨茶 那它是一捆四罐 這樣一個包裝 那我們也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一個包裝方式 好那可以看到呢 它前面這邊有做相關的活動了 所以有一個 活動的一個DM 好那這是它的一個 就是應該看到呢 它一捆是四罐 那只有在加樂福這種大賣場 才會買到 像這樣的一個 雀草雪梨茶 好那上面這邊有它的一個相關條碼的部分 好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它的一個另外一種包裝方式 給大家看一下 謝謝